各位现场以及线上的所有嘉宾朋友们 大家早安 首先欢迎大家来到第二天的 数位科技法治环境建构研讨会 我是今天的思宜 那么这边再一次的提醒各位现场所有的嘉宾朋友们 记得将您的手机保持震动或是关机模式 那么快速跟大家对焦今天的主题 今天会议总共有三大主题 那么今天也邀请到了非常多的专家以及学者 与我们共同胜举 今天我们将从主题六开始讨论 主题六的主题内容为 公务领域应用人工智慧的风险控管 那么今天也邀请到了几位专家 也有唱频道的专家与我们会稍微挥手致意 首先邀请到的是主题六的主持人 行政院政委员罗秉承 罗振伟 欢迎 以及今天的与谈人台湾人工智慧卓越中心策略委员会 张荣贵张委员 欢迎 现在也邀请到了法务部次长陈明堂 陈次长 欢迎 来自中研院法律研究所所长李建良 李所长 欢迎 最后邀请到的是数位发展部次长叶宁 叶叶次长 欢迎 那么接下来时间我们就交给罗振伟 好 谢谢各位现场的先进贵宾 线上的女士先生 大家早安 那谢谢大家今天来参加这一场 算我们这个论坛的第六场 公务领域应用人工智慧的风险控管 昨天开场的时候 我也说要来致辞 我也提到这两天的安排的相关的议题很重要 也安排得很好 从人权法治到风险 那风险控管是在AI发展里面不能估视 甚至应该越加重视的一端 就是一方面 昨天我也提到 一方面如何的促进AI的创新发展 一方面又能够得到有效的风险控制 这是很困难的事情 那取得这个平衡要各个领域 跨部门 跨领域的合作 那今天这一场有四位与谈人 我们邀请的与谈人都非常有代表性 有产业界的代表 有我们公共部门的代表 有学者 专家 那这四位等一下会各自从他们的专业领域 来跟各位分享这个议题 那大家都知道 昨天我也提到 在整个行政院 所谓法治政策平台这个专案 大体上法治化在AI这个部门 是先指引后法律 但这个先后没有那么远 指引要融合了好几年法律才来 也几乎在同步作业 但是有些指引可以先行的意思 那这个也受注于很多的学者专家的协助 今天与谈人之一 李建良教授 就是我们的咨询的顾问之一 现场的张立青教授 下一场的主持人也是 那透过这样的产观学研的合作 希望能够帮助公部门把这件事情做得好 那也提到现在行政院 国科卫这边提出 行政院这边已经发布了 公部门使用CHATGBT 甚至是AI的指引 那这个就是风险控制的一种方法 那我们可以透过今天的这一场的论坛 更深入的交换意见 这个议题公部门在实践上面 该怎么做会更好 那我想讲一个我久远的故事 我在做学生的时候喜欢看法律剧 后来就是做的律师 那时候最有名的法律剧是《落成法网》 这个连千人大家都不记得 有这么厉害的美国的法庭剧《落成法网》 那我看有一集到我印象深刻 那时候还没有做律师 但是那一集不是很精彩的辩论或是交互结论 那一集是策略 但策略这两个字是后来我才会用的字眼 那个案子律师已经跟他当事人都认罪了 所以现在法官要不要怎么判 那是一个简单的抢夺案件 那个当事人是个黑人 那他同时就跟他讲你惨 因为你落在这个法官手上 黑人的案件判得特别重 那他就很头大了 他问我怎么办 这讲再多可能都没有 后来他就死了一招 他去搜集了这位法官所有判过的黑人的抢夺的历史资料 跟他判过其他人种的历史资料 就判决整理出来 他花了好长的时间整理出来 甚至整理了该法院其他法官怎么判 就是相同的犯罪因子得到了量刑结果 他真的很偏差 他真的判得很重 不是人家随便讲那种直觉 是有评有趣的 他在量刑的时候 量刑要做量刑陈述 他就把资料拿给法官 他没有在公开法庭讲 他的法官问我可以到前面吗 他就把资料拿 然后他就开始讲 这个应该如何如何 如果法官你还是这样判的话 我会把这些资料公开 案子上就得到一个很好的结果 这一招我后来有学到 我后来办一个案子 是电动玩具赌博的案件 我的当事也认罪了 那很轻的罪了两年 一下起突袭的案件 十之八九就是认罪 就一颗罚巾两次 我当事人出犯 认罪 同意没收 半十个月 连一颗罚巾都没有 吓到了 就是被突袭的 那当然我没有那种讯息说 当事的陈城法官 对这个电动玩具的赌博业者 有没有特别的意见 那 这个是看招学招了 我就学了 哪路那一个场景 我就开始二审上诉 搜集了高本院 所有电动赌博案件的判决 那统计起来 我的当事的案子 没有那个特殊性 要判得特别重 就那个量刑的横平性 有问题 那这个法官是什么原因 判这么重 这我不得而知 也没有去推敲 总之我是用客观的资料 呈现出来 也花了一些时间 制作表格 判决书收集 把北部的法院的地院判决 高院的个庭判决 全部都收了一篇 也花了一些时间 那结果当然是可以的 就是说二审就撤销改判 又可以像一颗八进 我用这个例子讲 各位就可以显见说 AI有多方便 我那时候花多少时间 那个时候索性 已经有判决书公开的制度 但是那个时候还没有电视化 每个法案只配一套 也不是人人都有 要到律师公会去找 所以很多工作时间在律师公会 也没骂借走 去看那些判决书 然后又没有什么编辑资讯 或者是冰杆不知道怎么办 然后就花时间去做这些 收集跟整理 像那种AI技术 这个大概是 可能是几分钟内 就可以完成的事情 我讲这个故事 要带到的问题在哪里呢 就是说 比如现在 施法院在做推动量刑 也打算有推动修法委员会 量刑资料库 各位 如果他训练他的AI 他AI一定是比较内部的 封闭性的 不会是开放性的 如果他用的是 旧有的法官判决资料 来训练的话 那是有一个风险 这个风险是 如果这些法官 会有人 他在判决上是带有偏见 比如说种族上的偏见 像刚刚你过的那个例子 那你在训练 为资料给这个AI的过程里面 他当然就是用这个 旧的资料做基础 得到一些量型的因子 或量型的结果 那这样会不会产生偏见跟偏差 隐藏在里面的不得而及 这是我用这个例子来带出来 就是说 使用AI 有它的好处便捷 我们那时候那么辛苦的 要去搜集那么多的资料 才能为一个案子 找出一个好的解决之道 但是在运用上面 它也可能在个案 会产生负面的影响 而这负面影响 有可能是不公平 所以这个AI如何的 我们追求可信耐的AI 演算法的透明性 如何可靠 如何公开透明 这个都要透过相关的机制去运作 才能够有效达成 所以这个很有意思的一个题目 也谢谢这个主办 大家给我机会做主持人 我就开场的时候 多讲两句 一些成年往事 好 那我已经跟四位与台人协商好了 我们就按刚刚介绍的次序来 首先欢迎赵宏贵委员 他是台湾AICOE策略委员 来请找位 好 谢谢主持人 谢谢罗振伟 那谢谢大家 今天一大早就来请引导 我想我就接着 罗委员主持人刚刚所提的 其实刚提的其实就是数据分析 就是现在可以透过AI 用自然演员方法去辨识这些事情 所以AI在现在应用的范围其实很广 也对产业产生很大的影响 那我先介绍一下 我自己 因为这里列的是台湾COE策略委员 那我是国科会 AI COE 就是台湾AI卓越中心的策略委员 我是唯一的业界委员 其实我是在业界 我自己创业30年 一直在做克服这个领域 那因为我本身学AI 所以我把AI拿来做应用 所以我想等一下所谈的 会比较以业界的角度来看待这些事情 来跟大家做分享 那AI对我们的帮助大家都看到 但是刚刚罗友文带出来的是 AI带来的风险 所以我们现在都在谈可信任AI 那我先简单讲一下 AI 1.0跟AI 2.0 它的技术风险到底有差别 那大家来探讨的事情 会比较容易清楚 AI 1.0的时代 如果从对应台湾行政院的AI 1.0 台湾行动计划 那那个是在2018年到2022年 今年是台湾AI行动计划2.0的第一年 今年3月已经通过了 那一般业界也好 或国外也都一样 大部分就是把今年时间checking AI 2.0 AI 1.0是什么技术呢 基本上我们叫辨识技术 所以怎么用 就是你可能把公司资料做收集 收集完之后你就找专家来 说你想要达到什么目的 透过你收集的资料 AI就帮 AI专家就帮你建立一个模型 建立一个应用 让你在公司里面使用 所以在AI 1.0世代里面 基本上你知道在哪里 在公司内部 所以这个的安全性 大家考虑 就没有现在我们在谈新的AI 有这么这么大的风险 而AI 2.0 我们最主要的技术代表 叫做深层式AI 就是大家所用的checkGPT 大家如果用checkGPT 应该就可以感觉到 你是要把你的资料送上去的 比如说你要让一些资料送上去 请他帮你做分析 你就要把资料送上去 你就要把资料送上去 让他帮你做规结或总结 那你也把资料送上去 那你把资料送上去的时候 是不是你的资料 就已经跑到一个服务商的手上了 那这时候你的资料 在运用的过程里面 就不是都在公司内部 所以在AI 20年时候 我们在谈AI治理 会更加更加的重要 所以这两边的技术差异 的风险本身就不大一样 所以最近大家在探讨这些事情 怎么去做一个可信任的AI 那这一点上我把它分成几个层次来谈一下 那第一个 你要可信任 我个人认为最重要最重要 是资料治理 因为所有的AI的模型 不管你是AI 20 AI 你都有很多的资料 必须要进行虚实的模型 所以AI治理本身就是一个非常关键的 所以刚刚那个组织人罗维正尾在提的 其实量行资料部这件事的公开 本身就是AI治理很重要的问题 就是你怎么样准备这些资料 而这些资料在你训练模型 不会因为资料造成偏颇 所以刚提的例子就是这样 因为过往资料就是这样子 我分享我经常在讲一个大家很容易理解的问题 就是如果把过往企业的主管 他的资料拿出来 我想来发现说 未来比较潜力变主管的人 到底是哪一种人 我相信弄出来的大部分都是男生 比较多 因为过往的经验是这样子 但是现在世界其实不一定是这样子 所以我觉得资料治理是一个非常重要的 那资料治理本身牵涉到很多法治的问题 像可能有各支法 这些事情的相关的一些议题 必须去做探讨 那其实这些议题 我之前有跟政府单位 跟讨论会上有分享过 我就说 其实现在的我们的各支法里面 对于资料运用的说明太少 所以就造成一切不要做最好了 就不要做 怕出问题 就不要去做它 但是我觉得可能会产生一些障碍 尤其在AI2.0 它的情形是这样子 AI2.0 如果你要用大的语言模型 像微软提供的 或Google提供的这些 那它是要怎么 它训练完的 那因为现在我们业界也在想说 那能不能做一个可以放到家里来的一个模型 但是问题第一个就是它需要很大量资料 比过往AI1.0更多 AI1.0是你公司的资料 比较没有这些问题 但是AI2.0 你必须搜取广大的资料才能进来训练 它才会产生效果 那那些资料 我怎么取得 会不会产生问题 那现在大部分都是网络上爬 去爬一些资料 或搜取一些自己的资料 那可能你资料集里面可能少部分是你的 没有问题 但大部分可能来自于公开的一些资料 但是那公开资料 你能来做这件事情吗 那这跟法治又有一些关系 所以我觉得这件事情 怎么来创造一个好的环境 我觉得这是很重要的 所以当你有好的资料治理 那我觉得或许我们好像也可以再考虑一件事情 是怎么样鼓励资料做交易 这件事情我觉得也是一个可以谈的事情 因为我在推动AI 我发现 只要资料交易 没有好的方法跟模式 那资料的流通就慢 资料的流通就慢 对AI的发展就有影响 也就是说 如果有一个企业 我想来训练模型也好 那有我自己的资料 那我可以透过费用去买来一些资料的话 那这件事情其实很好 那我知道现在有一些业者在做 但是都是很小规模在做 那如果在我们法令上 在资料的运用上 能够有相关的资质的话 我觉得这件事情的发展 就会变得更好 那在这一期的基础之上 我们在往下做应用 那应用在谈的可信任之中 这边就跟法会也有很多关系 就是我在做AI的过程里面 是不是应该有些规范跟指引 来协助产业做这件事情 老实讲 我今天在推动可信任AI的过程里面 我觉得对业界压力非常大 因为那不是业界能够独立完成的事情 而可信任AI里面 有非常多的技术必须要去衍生 还有很多规范必须符合 但是现在大家谈的 比较是概念性 但是真正在做手楼群的时候 应该要有比较明确的规范 来指引业界做这些事情 所以我觉得 在应用程式可以 可以注意一下这些事情 我想这些事情对环境的发展 就会非常的有帮助 另外我想也利用这个机会 稍微谈一下 我们再看一些指引 那我们到底能理解指引里面的含义 或者说我们怎么去解释指引 那就以 因为国客会其实也之前都认你 真的是AI的规范 那今年已经透过重新这一面公布了 那公布它里面总共有十条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去看一下那十条 那这十条里面 比如说第三条 他就讲说 对于机密性的资料 机密性的资料 是禁止使用圣神之业 那这是一句话 那这句话怎么解读 保守人就说不能用 所以政府机会都是机密所以不能用 那其实这些事情就很多次就停了 二商的产业 可能二商自己的进步的空间 那我给大家两个思维的想这些事情 第一个我刚刚讲 我们现在一切大家如果都在做生神之业 做小模型的话 那我如果做小模型放在家里 那我不能用吗 不能用吗 其实你知道没有出去 应该是可以用吧 但是因为大家会看到说 制作机就不能用 那通通不能用 那你就会用这些来帮助你 那我觉得这些事情 还要有一些更细的指引 来做这些事情 那我知道 支撑会有做这些事情 那也给大家一起去做参考 但是我觉得这些事情 有一些观念可能需要去认识 尤其政府机构 是更要让他去认清这些事情 那第二个我想谈的是这样 最近好多人都在问我说 政治应该好危险 我跟他举个例子是 我去新竹科学园区有个公司 然后我去跟他分享一些 请我去跟他分享一些 甚至AI在我们的一些应用上 那一开始他跟我讲说 我们公司现在在发展 所以我决定花了很多钱 把全部的Solution ERP 全部都重做 重做呢 他们也决定全部发展一段 那这样子对他global的发展 会非常好 非常好 听了就很开心 接着我就跟他讲 真正式AI怎么用啊 那听完之后第一个问题 那老板问我 第一个问题是说 那这资料怎么外泄的可能 因为如果是AI 假设我们是用微软的手路讯也好 或者是用google的手路讯也好 那你只要是不是外泄 我就会回应他说 你把你公司的ERP 就放在云端上了 那为什么你不担心 你放在云端上 你的资料不会外泄 而现在为什么你对于 真正式AI 需要把资料跟他做互动 那你觉得外泄了呢 我觉得所有事情的发展 因为大家一个新科技来 大家没弄清楚他 他就很担心 担心的第一个反射动作 就是不要做 但是我觉得其实不是的 各位再想一想 如果从一个像微软这样的公司 他在提供云端上的服务 你真的把你资料放在上面 你印象放在上面 你上面有你所有的客户资料 你的产品资料 你所有生产资料 那他会不会把你拿外泄啊 因为现在问题已经不问了 我在2010年开始推AI的时候 台湾开始推AI在2010年 所有人都在问这件事情 但现在大家不问了 因为经过这事情 大家觉得可信任 其实是这样子 所以我相信国际这一公司 本身就有可信任的 那像在盛神AI 他都提供一个叫VPN 就是虚拟私有网路 就是相当于你是你办公室的延伸 那像你还担心资料外泄吗 它是产生不信任的问题 所以我觉得在探讨这些问题 信任这两个字 其实成本很高 就跟资料一样是无敌斗 所以我们应该怎么样来探讨 把它看清楚这些技术 然后看清楚这些组合 那我希望法治的一些规范 可能也可以帮助大家一些事情 我谢谢这样子的分享 好 谢谢张伟员的开场 很好 我们先请业界的角度切进来 他刚刚所提到的 现在各自法对资料使用的一些规范的不足 那也自动在资料治理上面 我们买房只说三个要素 location,location,location 现在实在是data,data,data 所以资料为网 所以怎么样的去形成一个好的治理 确实困难 那刚刚所提到的行政院的 这个数位法治平台里面 两个专案小组里面 它就是AIE是一个小组 各自保护就是一个小组 那现在各自保护这个小组 就是由筹备中 应该是月底到下个月初 会挂台成立的 各自保护委员会的筹备处来负责 那几个主要部位都参与了 那这怎么去调和或平衡 确实就是要需要一个大的平台 共同来讨论 好,谢谢 那我们就进入公部门代表 我们接着请法务部臣民棠 陈认次,请 主持人罗政委 各位议坛人 各位现场跟线上的伙伴们 大家早安 先讲个例子 2012年 我以法务部治长的身份 他们算你这个执法机关 也是根据雅干共打协议 去大陆场 拜访他们的公检法师 我记得其中有一场是参访 北京市公安局 公安局上去这种萤幕 他们就说 我们在全国都可以到 你要看到哪里的交通怎么样 我就学兵跟他去广西桂林好了 演一点 他就拉出来 我跟他讲说 那不然就是新疆的敌化 他还拉出来 要求 走过的痕跡 他就拉出来 但我不讲犯罪 我讲街道 他们在十多年做 那在六七年前 五六年前吧 我们的行刑警察局 就来问 包括公路局 高速公路局 因为行刑警察局要建制 花了一两亿 他们偷偷先做 要用我们e-tank 然后呢 要去追 嫌换 比方说 我开AB1230的车 是在警媒 换了案 他要追 就说 人高速目追 用e-tank 各位知道e-tank 是收费系统 他本来要发展成钱包系统 后来没有发展成 要追我的车 旁边可能有张艺兴教授的 开的车子是AB5678 他为什么要同时被被女骑自己看到 同时他里面还看 说可以拉到哪里 这个线可以拉到派 分局 后派就锁 这个刚才郑文有提到 个字 大家没有想到的时候 没有想到的时候 抓嫌换很好啊 自然良好啊 问题是 你走过去了 会不会滥用 不是说每一个警察都会这样 有人是不是把你走过 说为什么你在什么时候 又经过泰山 又怎么样 另外 也是几年前 也是大概六七年前 好像是张学友在 这个 上海的体育馆 或者是容纳十万人的体育馆 开演唱会 大陆公安很臭屁的对外工人讲说 在演唱会进出以后 要买票啊 进出以后呢 我们抓了几十个通缉款 连人便是 这个都是透过AI 所以1760年 英国的工业革命呢 那是用机器来辅助人类 后来也有二次革命 三次工业革命 到1950年 Alan Taylor 他所说的机器 应该叫做电设计算器 跟人工智慧 跟智慧 那开创了AI的世代 那 这个的话呢 就逐渐逐渐的 就演变成 智慧 AI的智慧 是不是逐渐的替代 取代的人的智慧 那十多年前就有电影 我忘了什么片名 机器人叛变 要把机器人销毁 第一代的要改成第二代的 或者是改成是 发展到第三代 如果第一代第二代的人 我们要被销毁的叛变 要被销毁的指定就被消除 这个 过去看起来是属于科幻片 现在看起来有可能 所以呢 刚才张伟一代也提到说 要有这个 帮助助手的话 助手反昧 反过来会被变成 如果说用之不当的话呢 我们的一些人的智慧上面 是不是反而被他所控制 所以呢 随着AI的进展 那尤其 刚才讲的2.0 AI的2.0 去年底 这个深圳是AI 确立GPD 那更造成很大的困难 假讯息的话 你不晓得真或假 有时候 我看到张教授的事情 真的是张教授还假的 张教授 因为他负责这个 能工智慧国际研讨会的基金会 确实这个问题也存在 所以呢 过去 大家都没说 AI能不能尽量让它发展 不过再讲个小秘密 我们AI的发展 我们这样的发展 統合部业发展 我们的智慧型建议 到后来 之前几年我才知道说 我们智慧 要发展智慧型 希望将来能不能用AI 来替代巡逻 场内巡逻 因为 不可能无限上端的增加人力 这个自由可能用什么热导箱 什么样在处理 这个技术我就不太懂了 后来才知道我们的建议 竟然还有矩正这一集的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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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机器啊 这个怎么跟现在来比 现在快速啊 AI的话呢 是透过参数啊 指令啊 还有演算跟大量的学习 切理GPT 大量的学习 学习以后呢 它变成我们控制 上上礼拜 上上说在场嘛 甘天桂甘教授才想说 切理GPT 他说我年纪大了八十几岁 我自己是输入 输入以后甘天桂 甘天桂教授 既然输出 学习出来的时候 甘天桂成任师完院院长 所以这个真或假我怎么知道 各位在写论文 写报告 用的资料代表对不对 如果不再再三check 这个信任感如何 所以呢 AI的发展的话呢 从过去的放任 现在的话呢 在2022年呢 美国提出一个 AI潜力法案的蓝图 那今年的5月 白宫也发展了 新兴科技的策略标准 然后今年的6月 对欧洲 欧盟 也通过一个人工智慧法 当然呢 不是在限制 事实上这个不在限制 是在如何的妥事的处理 如何妥事的处理 因为 从AI的发展以后 大量发展以后呢 随着而来的 各位应该了解 著作权 还有我们的个资 还有市场竞争 智慧财产等等 包括新闻的传播 现在好几个电视台 不是有这个AI的播报 播报新闻的气象等等这些 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呢 让我们体会到说 AI的发展 快速便利以后呢 那应该要怎么处理 10月份的时候 今年10月 美国的拜登总统呢 也签署了一个行政执行令 包括了提供大型科技公司 承诺来推动安全可信的人工智慧 刚才张伟员也提到 安全可信的人工智慧 那 那 那个 今年的 11月1号 不久以前 英国在 Black Cherry 在这个 Lecration 就是在这个 一个庄严 Miricherry的一个庄严 他们是20大战时代的 一个军事情报 的单位在那边 在那里签署了 在召集了这个 英媒 中国 理哲学加拿大28个国家签署的宣言 在其中特别强调说 各国在应用人工智慧的时候 必须要保障人权 维持人工智慧透明度和可解释性 并且要认识公平问者 监管安全 适当的人类监督 道德减少偏见 隐私不实讯息等一体的重要性 所以各国要合作来采取风险控缓的措施 所以各国已经在先进的 比我们更先进的国家 台湾也算是AI一个先进国家 但比我们更先进的 当然刚才提到中国 中国老师太先进 先进到没有人权 这种情况之下的话 也需要大型科技工智 刚才张伟也提到说 公司 跟公司部门 跟工部门应该合作 我以中文的合作来做 因此公务部门 在适当的应用人工智慧的时候 也是有助于公务的 业务的推展 刚才罗正伟有提到说 今年10月3号 我们公布了一个指引 那个指引里面 我们既爱他 又怕他受 又怕我们被他受伤害 我们今年10月3号公布 那个行政院 及所属机关 够使用深层式AI的参考之一 各位可以上网去看 那我要特别强调说 其中有一点 其中有一个 刚才张伟也提到第三点 在第五点又提到说 各机关不可完全信任 深层式AI产生的资讯 不是不要信任 是不可完全信任 并不得以未经确认的产出内容 直接做成行政行为 或公务务决策的唯一依据 就很小心 这是罗正伟主导的 法律勇也很小心 但是大家对这方面 也就在风险控管上面 我们如何去减少它的错误 造成我们其他各的错误 所以在里面第六点 只要说 各机关使用 甚至是AI作为执行业务 或提供服务的工具 做业务跟服务工具 使应做适当的接落 让外界知道说 这个是出处哪里 因此在这种情况之下 公务领益 在适度应用人工智慧 确实在有助于帮助公务 不明发展的时候 我们认为说 第一个可能要慎险 慎险发展成人工智慧的领域或议题 对比方说机敏性 会需要人类在加以判断 而且要高度 可能会高度影响人民 潜意的 在AI技术更加成熟之前 或是更加成熟可靠之前的话 应用审慎的态度 甚至说必要的时候 要暂缓使用人工智慧 所以刚才提到说 不能做唯一依据 要多方的check 资料 刚才张伟也有提到说 1.0的时候 要是资料的收集 现在收集以后 要怎么分析 怎么样的判断 不然的话错误 最近 以色列 以色列跟哈马 以哈的战争里面 都是用AI 无人心在那边封 而不是传统的人对人的作战 像这种情况之下 就会弄错 是不是炸到医院等等 如何去辨识里面 到底是敌我或是一般人民 这这些只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因为威力太强 另外一个呢 AI的模型的训练 刚才张伟也提到的 这个模型 每个公司都要发展模型 公务部也要发展模型 这个模型的训练环境 要确保资讯安全 跟私信来源的可靠性 资安 资讯安全 现在资安就是国安 那资安的话呢 他是怕被别人侵入 被别人来嫖戒 只是被别人来篡改 所以这个资安的话呢 很重要 免得稍有不慎 就弄偏了 无人机 AI出去 如果他被别人导向以后 昨天前两天不是说 还有在外太空 拦截的飞弹吗 像这种的 越来越科技化的话 如何安全 还有资讯 那在我们一般的处理方面呢 资讯来源的可靠性 资讯来源的可靠性 各位在深层 做成一个机器 GCTI人力做的产品 的检验等等这些 在业界 如果在学生的话呢 那你的报告 到底资讯 对不对 所以这些公务部门呢 我们会 因为公务部门 人力有限 资业有限 所以必须要经常要委托民间厂商 进行AI模型的训练 这一点可能要麻烦我们师部门来 多帮忙 来确认厂商 有这个AI模型的来源 是不是有一定的可信度 同时呢 也要训练我们自己的同仁 来做处理 所以应用AI时 还有持续性的人类监督 还是人还是要监督 不能完全信 所以华物部最近在110年的科技计划 对检察官的助理系 我们不想要用他来判断 如果这样的话 就不要考检察官了 就考AI就好了 就输入123456区 这个也就是应该起诉 这个也就是不起诉 还得了 所以刚才政委有提到说 那法院的判决 是不是能够这样来做 这样对这个有疑虑 是要可以做辅助性的工作 所以币王八 包括数位性的证据 进来 能够找到第几页 容易找 不然一大一大 这个律师也是蛮痛苦的 越来越见 现在只是用数位来传输 那在自己业里看不到 不是 不好找 一夜一夜看 所以用AI可以帮忙找 那最后的判断 还是在靠城 所以人类的持续控管 这一点要特别 所以在我们所谓 所谓部在推展 这个检察官系统的时候 我们也特别提到说 人工智慧的快速辨解的名称 自动标示证据所带的业数 标签 这就是减少公务上的这种 能力到耗费 所以在这里的话 我们也强调说 活博部 也强调说对发展人工智慧的 这个控管措施 包括训练 包括请厂商的这个模型的 来源的这个强化 还有智慧型的这个建督性 等等这些的话 那我们既爱他 又怕他受伤害的情况之下 怎么样来拿捏 可能就公司部门 这一方面 可能还在多多的合作 合作才能够强化 以上先一点心得 好 谢谢 谢谢陈振赐 那刚刚提到的 人类辩事 从风险控管来是高风险 在欧盟的AIA法里面 这一个等级的是 可以的话 应证上是禁用的 使用的话要非常严格的标准 那工部门也非常审慎 这个我们不能像中国大陆这样 他有天眼 这个无所不在 反正他该想怎么做 又怎么做 这是一个人权隐私高度保障的法制国家 在台湾 那所以像我跟陈振赐在 两年前在研修这个监狱刑法的时候 那个时候再建议 智慧建议有这个需求 所以就要把这个法源放进去 那没有这个法源 就不可以做这个事情 那这个就是工部门在 运用新的科技过程里面 要特别注意的 那现在 ChairGPD出来以后 这个如火如土的大家的使用 风险技术更加提高 怎么样去做一些控制 刚刚陈振赐已经跟各位导引了 这一个工部门的使用ChairGPD 深层式AI的指引 这个指引我们现在大概是两面在做 一个是工部门的自我的行政拘束 这个是这种指引 另外一种是对业者的一种辅导性的指引 这个金管会就金融这些金融业者 他要使用深层式AI在他的客户服务上面 他也有指引 这两个是先行的指引 那这个就是对业者的一种辅导性的指引 刚刚张伟也讲说业者有需求 业者其实很多公司会有自主的指引 他也知道风险所在 所以很多业者是自己在公司内部 用一些工作规范去做约束 那这个都自我约束 要提高到法律位阶 做一般性的强制拘束 这个欧盟的这套法律是可以参考的架构 不过ChairGPD在演变中怎么样事切提出 事实上是值得再好好对话 那张立青教授他的国际人工智慧法律基因会 在今年上月初就已经提出了 我们本土版第一个 这一个AI的基本法的草案 那这个都是一个很好的开始对话的基础 那先公部门后市部门 那这公部门我们也自己自行盘点 比如说公部门很多部会在使用AI技术 都是各用各的 行政院完全不了解 他们在使用的是哪些AI技术 你智慧建议用哪些技术 检察官现在为了辅助他的检察官的人力 用哪些技术 不明 这些技术到底有没有风险 不明 所以我们的盘点是两个层次 第一个 你到底使用哪些AI技术 你是不是应该按照这个指引去自我检视 这些技术的风险 跟应该注意的事项 再来盘点你这个部会所主管 或所对应的产业 有没有法律法治化的需求 如果有的话 那到底哪一个先哪一个后该怎么做 这个就是我讲的 要试着去在这个阶段透过平台跟合作 画出这个法治化的路径图 这路径图就要部会一起来 哪些可以一起推 哪些要分别推 那这个就是我们现在还能量不够的地方 因为部会不是都懂AI的 懂法律又懂AI的人才也很少 所以这个是很需要 这个外部的学者专家的帮忙 接着我就请学者专家来了 我们理所长请 谢谢罗正伟 那也谢谢各位先生大家早安 那谢谢这个邀请 来参加这个非常重要的 这个数位科技法治 环境建构的研讨会 那刚刚罗正伟已经提到 就是我要从这个 研究者的角度来看这个问题 那我们这个主题是这个公务部门的 这个使用AI的这个风险 这个管控的问题 所以说 刚刚其实都提到这个行政院 颁布的这个 这个 这个 甚至是AI的一个公部门的指引 那这个指引 其实代表了三个部分 就是它的规范的对象是 公务部门 第二个它的 标的是 这个 只是AI的一种 但是当然现在是最火红的 那第三个就是它规范的方式 就是用指引的方式 那这个其实代表 这个 这个指引 代表了整个问题的一个 一个轮廓 也就是说 这个公务部门 当然也不是全部的公务部门 那是行政院所属的机关 然后代表还包括 包括业界 然后第二个就是 是不是只有针对check GDP 第三个就是这个规范的 这个方式 是不是 未来有可能从资引提升到 比较是 具有法律效果的 这个 法律 这个部分都是一种 我们说 AI 深层的问题 AI深层的问题 那我想还是按照我们今天的这个主题 就是我们要讲的是风险 广后 因此 可能我们要先想说 这个 风险是什么 就是 AI所在公务部门里头所产生的这个风险 其实刚刚的这个 都提到 其实都 我们大概可以这样归纳 就是说 比如说对 制裁的 对 这个的一种影响 第二个比如说对个资的影响 第三个可能是会是造成这个歧视 那这个是可能性 那当然还有假新闻的问题 那最后其实 这大家最关心的 应该是 比如说泄密等等这些 其实是更大的 所谓的 智通安全的问题 就是国安的问题 就是我们讲的风险 其实有 有 有各种 但是这个不同的风险 它可能的 管控方式 它可能产生的影响 其实大小不一 而且呢 这个 有些是明显的 有些是 是隐藏性的 所以这个是一个 我们对这个问题的一个 就是 我应该从 这个研究者的角度 看问题 就是试着想说 怎么样 我们把这个问题 可以有一个 思考的方向 那 重点现在是 管控 那管控呢 我们可以用科技的方式去管控 但这个就是 这个 这个 张委员 专家 说我们怎么用科技的方式去管控科技 这是一个问题 但是我 我们的 我们关心的可能 是用规范的方式去管控风险 那么 其实这个风险 刚刚谈了那么多 呢 在工部门的这个风险呢 就是我们必须要讲一件事情 就是 这个 工部门是 在使用AI的时候呢 他可能会遭遇非常多的风险 所以他是一个被 attack的一个对象 但是 工部门是制造风险的来源 也是另外一个问题 所以 我们要看两个问题 就是说 这个 我们怎么防止工部门在使用 这个 AI的时候呢 产生了风险 可是第二个呢 其实从我们 人民的角度来说呢 工部门是制造风险的来源 所以这是一个问题的一个 一个框架 所以回到这个 的主题就是说 如果我们要以规范来 这个 管控这个风险的话 那么在工部门呢 其实我们大家都知道 就是说这个 工部门的广义来讲 就是它包括立法 这个司法行政 这三个部分 那么从规范来讲 我们早就有这个规范原则 比如说 立法 他不能够抵触 这个所谓民主原则 法官的话呢 他这个司法呢 他不能够违反 所谓的依法刑 这个依法审判原则 那么这个 这个 行政部门当然 我们耳熟能想 就是依法行政原则 所以这三个原则 其实早就在了 那现在我们要思考的问题 就是说 这些原则早就在了之后呢 我们现在有一个新的元素进来 叫做AI 那这个元素进来之后呢 这个原则是 还要按照原则继续的运作呢 还是说这个原则 在这个AI的新元素之下呢 这个原则已经开始产生变化 那我以下呢 想从两个部分来谈 就是我们不分立法司法跟行政 就是公部门呢 我们大概可以分成两个角度去思考 第一个就是公务机关 他是一个机关 第二个我想等一下要谈的是 人的部分 就是公务员 其实是有两层的这个关系 那公部门的话呢 一般我们又会去分 这个内部跟外部 就是 你在公部门的内部的 所有的公务的这个行为 这是内部性的 那一个是外部性的 就是外型 你会跟人民会有接触的 那我想比较没有问题的 就是说 刚刚那个 陈次呢 其实也提到很多这些 使用AI产生的各种 那个都是外部性 那刚刚 张委员提到的就是说 其实是一个内部性的 就怎么用 所以这是两个部分 那外部性来讲 我们大概比较没有问题的 所谓没有问题 就是说我们比较知道 能够怎么思考 就是说这个外部性 比如说你要不要 可不可以做人冷电视 你可不可以说 建立这个天王 实时可以接收 所有各种 这个部分 我们基本上只有两个问题 第一个 你要不要有依据 那第二个是说 你可不可以这样做 可不可以这样做 其实更根本性的是说 就像有依据也不能做 那这个部分我想在 我们现在 因为刚刚都已经提到说 我们现在应该是 朝向 这个外部性的 我们都先朝向 先指引在法律的部分 因为我们还不知道 这个风险 强到什么地步 如果全面的禁止 那么可能会让 这个我们比如说 这个我们强调 数位指法 等等这些部分 可能会 会遭到很大的 这个 等于是在进展 很大的很大的影响 不过 这个刚刚也提到说 现在欧盟的 这个AI的 这个法律 就很明显的 已经很清楚的禁止 是说公布 不能够用 这个有关生物辨识的 他已经说这个是禁止 这个禁止 这个禁止表示说 就算有法律具也不可以做 所以这个是一个外部的思考 但是我想 这个 我们都还在观察当中 那这个部分 可能 就是现在的政策 是先指引 或 这个 在法律 我想这个部分是一个 法律在跟在 科技的 我们应该是说 我们都是跟在后面 因为那个 科技事发展是很快 所以这样的一个 规范的 如果我们也可以说策略的话 当然这是一个是可以看得到 但是有另外一个 可能要注意到 是 不是可不可以做的问题 而是说 当你做某些事情的时候 你已经 直接侵犯到可能人民的 我刚才提到 各支 可能有歧视的问题 可能会有 这个 假新闻 可能假讯息是影响到 人格选的这个部分的话 那可能 人家会问你的 你的依据在哪里 所以 这个部分可能在 必要的时候 还是必须要有 这个 法律上的依据 那我要 花比较多时间 谈的是内部 现在内部的问题 是比较大 也就是说呢 我们过去 行政法上面 基本很简单 就是内部行政的 它的规范的密度 是比较低的 甚至是可以不一定要 这个 法律局 那包括刚刚罗正伟提到 是说 我可以去搜集各种资料 然后分析 纸本 我到图书馆去查资料 等等等等 这个确实是没有问题 而且 也鼓励公务员这样做 那你可以提升你的 行政决定的正确性 可是现在不一样 现在不是到图书馆去 不是用纸本 它上次就是用 或用其他各种 网路上去爬 爬出各种这些资料 或者是使用chip GP 那这种情形的内部行政 它已经不再像过去 纯粹的内部 它跟外部之间的这个界限 已经越来越模糊 所以才会 刚刚特别提到说 行政院的chip GP的指引 其实某种层面 事实上是 看起来好像是只是 规范行政院收集各机关人员 可是事实上 它的指引某种层面 也已经是在 释放的信息 内部行政已经不再是一个法外之地 就是说这个部分 我们可能就是要 非常的注意这一块 这一块 其实我们又可以分成两个部分 就是说 刚刚张伟员已经提到 我们现在 我不知道工务部门的所有的AI 或者使用相关的资料的这些技术 我们工务部门其实很难自己发展 一定要跟业界合作 我想chip GP就是一个例子 当然我想 狗哥会现在也在建构 我们自有的台德的chip GP 当然这个也是在发展方面 这个是一个例子 就是说 我们一定要跟业界来合作 这个合作 就等于是内部行政 现在已经是跟外部是一种 随时是一种 等于是一个开放的状态 那这个部分的一个安全性的问题 各方面各自的问题等等 这个就是一个 可能需要在这边有更大的 一个可能要去关注的地方 我想 偶把时间做 就再接到说 这个第二个部分是 涉及到人的部分 因为机关是 我们是以一个组织来看 但是从人的角度来说 公务员在使用AI的时候 或者使用各种科技技术的时候 他可能遭遇的风险 跟他可能产生的风险 最近有一个案子 就是我们可以以这个为例 大家应该或者知道说 有一个警察 他用 他领的机器去查另外一个 同事的这个资料 然后被发现之后呢 被违反 这个各自法被判刑 这是一个很小的一个例子 但这个例子让我们看到是说 那这个公务员这个警察 他被判刑 而且是违反各自法 我们怎么样看这个问题 就是说 他违反各自法 他不是以公务机关 违反各自法 是以公务员违反各自法 然后甚至应该是公务员 而且加重其刑 但是还好就是这个 法官是齐情科名 他是又在剪 后来他变缓 没有加重 那这个例子是让我们看到 公务员他本身 他有两个角色 一个角色他执行公务的时候 他整个问题会往公务机关 可是当他是个人行为的时候 可是他又在公务机关 他使用了各种公务的这个 这个设备 那因此在这个情况之下 我们怎么样来看待 所有以公务员 就是以人为主的这个风险 怎么去管控的问题 这个是一个 我们在公务部门的这个 风险管控里头 我们可能要注意 我想因为时间关系 我先把简单把这个想法 再跟大家分享 然后可能有些问题 我们等一下再进行讨论 谢谢 谢谢李教授把这个指引的内外部关系 跟机关跟公务员的关系 分析得很透彻 那这个确实 各位如果看这个指引 当时在草拟的时候 学者专家都有提供意见 比较宽松 我意思就是十条而已 那里面是留下很多的一个空间 让其他机关构可以形成自己的次指引 因为每个机关构 大概在运用上面有所不同 所以这是一个比较上位的指引 让机关构还有一个下位指引来参访 那这个实践上的观察 要再看 因为刚通过而已 就是公务员在运用上面 有没有一些自爱 比如说它是好用 结果因为你这边管东管系 那反正用不来 干脆就不要用 那这样就有害于促进AI 或甚至是AI 它产业创击 它也可能是在公务上的创击 的发展 这个就是有两端 都要把它平衡的困难 我们最后就请叶玲 苏维部尝试叶玲来跟我们说明 来请 我有多少时间 我尽量在时间内有系统讲完 我们要谈说公务部门 公务领域使用AI的风险管控 那现在要了解AI是什么 就是把我们部长师的军工程师找来 问他说那AI的风险是什么 他说其实你就跟开车一样 车子也有风险 你好好开就没失 你乱开就会有事好 这是非常重要一件事情 那我要跟各位报告 就是说其实AI 不是从去年 就像张文所说 它有1.02 其实1970到1980 都已经开始 现在在产业界广泛英雄 因为按摩椅他都会说它是装AI 那更不用讲说 今天大家来停车场 这个车牌辨识系统 它其实也是某种程度 运用到机器的学习 那公务门部门运用 其实也很早 就像刚才 不管主持AI 或者是陈正师 也谈到司法院的良心辅助系统 那他甚至在我们第二届的黑客松 司法院就以这个良心辅助系统 机器学习的方式 那做成新的良心辅助系统 得到黑客松卓越团队 那我要讲的是说 那深层式AI 最大的差别在于说 它的通用性 以及它对于未知失误的应对的可能性 那也就是说 从来没有电脑这么像大 而不像计算器 它是它的风险所在 那还是回到我真正要讲的问题就是说 那我们怎么正确的看待使用AI 或正确实通用型的深层式AI 这件事情 前一阵子我定要去医学中心谈数位转型 其实我没有资格去医学中心转型 但是我们这个年纪 认识医生比认识律师还重要 所以我就很早就去了 那跟医生谈 那医生其实都是科学家 医生有几个观念 我先问你们不担心 你们现在生成师 在医学上没有 各位去访订看一队数 你们不担心会替代医生的工作吗 他说我们是科学家 我们向来都是使用科学工具 你不可能想像说 我现在还用听诊剂做所有事情 我当然该用CT就是做CT 该这个可食工程就开始 只要是好用的工具我就用 但是最后决定它是糖尿病 或它是胃癌或是任何 是我医生做决定 我负责 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概念 其实我们的指引上面 不断强到这一点就是说 它其实是一个工具 就像唐凤凰的部长 他对他来讲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应该是AI 不只是Artificial Intelligence 而是Assisted Intelligence 它是辅助让医生做成更快 诊断更正确 诊断决定的一种工具 工具就有一个非常有趣的现象 其实你要选对适当的工具 才能解决适当问题 举例来讲 刚才我们问的时候 甘天桂老师是谁 这个问题 他就不应该问生成是AI 因为他训练资料可能 他只能 大家都可以理解 他是从模型上面 选最大几率 显然他用Google 他会得到一个比较好的答案 甘天桂老师是非常有名的 刑法询问 他有哪些书 我要跟各位报告 就是说 我们工具给我们第二个概念 就是说 你有一个工具是没错 你有一个很强大的铁锤 不是没错 但是你不能有解锤之后 所有问题都是钉子 假设你的问题是螺丝钉的时候 那你要把罗纳钉拿出来 好 那下一个 医生给我们的很好的问题 就是说 我们法学界都很担心 这个生成是AI 会取代法官律师 检察官 乃至于学生的工作 那你们不担心吗 他说 我刚才已经讲了 他说 那不是态度的问题 最重要的是说 你要问一件事情 请问你们做成一个法律上的决定 你们有哪些工作的分项 我才能去对各个别的工作分项 问说 这个工作是不是可以用某一种工具取代 然后来做判断 那换句话说 在整个做 直接引用说 我要去问证证证证证 说不定更重要的事情是 工作流程的优化 其实我们过去在行政院服务的时候 那我们立即疫情 那唐政委跟这个机关署 有非常密切的合作 去处理疫苗预约的问题 或是那时候 我们开放三年来处理这个 这个登山的问题 就会发现说 其实第一步工作不是说 把资讯机都借好 而是说 请问工作流程 那个工作有没有意义 它互相有个矛盾 就举例来讲 我们过去行政院 常常叫人家舔的时候 一定是身份字号 这个性别 这个初诚明月日 那请问登山跟性别有关系吗 没有关系 你为什么要叫人家舔 性别男女 好 即便它是有关系的 你已经问了身份字号 身份字号1就是男 身份字号2就是你 换句话说 工作流程的优化 说不定比使用 甚至是AI还方便 如果它是一个冗工或互相矛盾的工作 那叫生存次AI做 只是浪费电脑资源 那所以 这个在业界浪费 最重要的是说 第一线的工作同仁 他的工作的 实际的状况是怎么样 所以在疫情的时候 我们在疫苗预约系统 其实各地方卫生所 给的回馈 其实是非常重要的 比去引进某一个 非常卓越的优越的 私讯所说不定还来的重要 回到法学一样 最后医生就问我 请问你们司法判决或性的处判 有没有一个固定的人 他说我们有医学常规 那判断是糖尿病12345 那这件事情的确是非常重要 但我们社会科学会有一点难 但是我也看到说 其实在这个阶段上 法学方法论说不定比从前想象更重要 最高检察署 那今年这个行中长不断的找了很多学者谈 法学方法论在刑法 在行政刑法 在刑法上应用 这是很好的 那东部大学大概11月16号 有一个案例方法论的研讨会 两天 那只有稳固的方法论 它才能确定说 我们的AI或其他科技术 用在哪一个流程上面 然后它会发生什么样的结果 它的风险才能控制 好 我很快再讲两件事情就好 那大家都提到说 如果基米资料要怎么办 好 那其实各位 如果看那个指引里面 当然我们部长都会觉得说 我们先区分 政府部门里面 有怕人家知道的 但是也有怕人家不知道的 比如说我们要做新闻稿 要这个演讲 要做宣传 那那个部分 你就用商用模型 没问题 因为你是怕人家不知道 好 那我们有怕人家知道的 要怎么办 如果各位看那个 那个指引上面 第四点有一个 最后一个弹数 叫做 如果封闭式第一端 的深层式AI模型 在确认系统安全无益的时候 可以再基底资料使用 那这是其实数位部 坚持下上去的 那我们自己挖坑 自己要跳 那所以数位部 回来以后就开了一个状案 我们同样取了一个名字 叫Fanken 魅影障碍 其实没有那么大了不起 那我们只是要证实一件事情 说在机关的内部封闭式的环境 部署深层式AI 是可行的 那我们其实我们只做了几件事情 你可以看出它其实是用现有的事情 是现有的工具来使用 第一个 我们用了台德 台德简单讲 它是运用拉玛的开源模型 在台湾做学 简单讲 它在美国已经读完一定的书了 我们让台湾受好的台湾的本地教育 那其实 虽然叫大语言模型 但是资料有限 它只有7个billion 我们在那个模型上面 我们想像它是 这个封闭式低端生成AI的大碼 然后我们用 这个OpenAI的Spec 去打造它的车身 那所谓的封闭式 封闭式的低端模型 重点是说你部署的环境 必须是跟网路不连结的 那我们其实用的是云的方式 那云的方式 刚才章文言和讲 云其实没有 大家想像云 好像这个天上人大家都碰不到 它其实不是的 好 那我们在做这件事情 其实司法院同时跟我们交流 那司法院比较在乎他们审判核心的 那司法院用的方式 另外一个 他自己用他本地的司机 那我们只要证明这件事情说 这件事情是可以做到的 但是不要忘记这件事情 即便不管是这个 这个数位部的 这个Fenton的试作也好 他要转换成 比如说税金机关查税的系统 那他就好像 他等于上过台湾的国民教育一样 那你要教他查税 你要让他学财税系的课程 他才有办法 那同样的司法院在最终的 我们要不要忘记 任何的大语言的模型 他都只是受过基本的教育 那如果要他做专项的工作 比如说司法判决 那他是非常重要 需要 他需要念法律 一定要需要进行司法院训练 所以我只讲一件事 一件事 我echo 这个张文人所说 资料质量非常重要 而且我们要训练一个 本地可以使用的模型 我们一直在想说 我们刚刚不希望 出来国家人手 结果是习近平 那原因是非常简单 因为大多数的 网路上的资料 90%是英文的 中文的资料 所以80%是对岸的 因为资料量 主要不是资料量 是知识量的差距 差距所在 那这是非常非常费钱的 OpenAI 他甚至还 纽约时报揭露 他用肯雅的工人 一小时 这个只有2美元 去标记 具有色情暴力 这个不当的内容 这是非常非常费钱的 但是先生机关 自主的资料 如我刚才所更多的报告 你可以建构在 台德建构在拉玛的开源模型上面 但是资料的治理是非常重要的 那很重要的是说 越多的开放资料 不仅是有益于自己 也有益于未来 台湾的中文的模型发展 那最后一件事还是要 Digital Hydrogen 保持良好的卫生习惯 是非常重要的 不管再多的规范 你没有带广告信息的时候 就是会被拆掉 那Digital Hydrogen 即便在AI的状态下 它还是非常重要的 如果我们还是保持一个 顾掌的最大权限 那这是不对的 或者它离职以后 权限不怪掉 这就是Digital Hydrogen 所以公共卫生习惯 还是我跟各位报告说 在 就是回应该 我们这次运动的 好好开车 它风险就不高 以上 谢谢叶长次 好 我们这个场次 这个主持人时间 控制不大 因为我比较多嘴 所以超过了十分钟 可能会压缩到后面的场次 有没有非问不可的问题 这句话真的是不太期待 你们问问题 哈哈哈哈 好 或者跟Chall GPD 要问正确的问题 好 没关系 这个应该相关的管道都畅通了 这个工部门的这个指引 还有一些时间让大家在操作上面 得到一些回馈 也如果在很多公务员 如果在使用上这个产生一些余议跟问题的话 随时反应 因为这个指引不像法律 我们可以随时调整 这个反正弹性是比较大的 好 我们再次谢谢四位雨谈人跟各位的参加 谢谢大家 我们这个场次到此为止 谢谢 好的 我们感谢几位专家 那是不是可以邀请五位专家 稍微帮我起身 好 前进一大步 我们来到正中间的位置